日前闭幕的第七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期间, 中国导演贾张科接受了中兴社记者专访。 贾张科第一次来到柏林是1998年, 那年,他带着处女座小五在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首映一举成名。 此次来柏林已时隔13年, 贾张科习新片《一直游到海水便兰》和4K修复版小五在此首映。 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前, 柏林电影节就公布了《一直游到海水便兰》会在柏林做特别展映。 首映当日,千人影厅座无虚席。 影片放映前,贾张科应电影节艺术总监沙特里安之邀上台致辞。 贾张科说,现在正是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, 他的团队在出发的时候都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来到柏林, 但是他们来了。 贾张科表示,这个时候电影应该存在, 电影和人民一起存在着。 疫情发生之后,我们内部就在讨论有两种处理, 一种就是尽一切努力还是来, 另外一种就是在家里面待着别出来, 那后来我们还是决定应该来, 因为首先一方面是这是一个承诺, 已经答应了人家柏林电影节, 我们应该来见守这个承诺。 另外一方面呢,我觉得越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, 各行各业越是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坚持做好。 贾张科告诉记者,一直游到海水便栏, 主要通过马峰、贾平蛙、余华和梁洪四位作家来讲述故事。 由于马峰先生已经过世, 影片主要记录了他的女儿, 以及他蹲点写作的贾家装村民对他的回忆。 贾张科说,在这个时候, 这样一部片子对他而言又有特别的含义。 他们正好是中国长达的七十年的这样一个新中国过程历史的见证者, 从私人的角度来看看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。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样一个片子对我来说, 它又有特别的含义, 因为这些年确实我们不容易, 但是它社会中有一种在持续的往前进步, 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努力。 那这个电影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中国人的生命力,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情况下, 如果能够对世界各国的观众看到, 也能看到因为不仅是中国电影工作者仍然站立着, 中国人也仍然站立着。 今后会不会拍关于疫情的电影? 对于这一问题,贾张科表示, 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创作者怎样复工的问题。 因为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情况下, 大家逐步出户在家里面隔离。 那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, 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拿起笔, 然后开始写剧本, 开始构思新的作品, 因为创作是不能中断的。 相对来说, 我觉得也给了我们一个停下来, 禁止的安静的去思考社会, 思考人的这样的一个契机。 我相信疫情过后, 就是对于电影创作来说, 会有一些或者说更多的严肃思考的, 然后切中社会现实的影片产生, 因为它给了电影创作者, 以这样的一个反思的契机跟时间。 那具体到这个疫情, 我相信一定会有电影工作者来做反应, 因为它确实突如其来影响到了中国的每一个人。 那针对我本人来说, 我觉得不一定是直接拍这个疫情的故事, 但是由这次疫情所引起的, 对于当下的重新的思考, 对于历史重新的思考, 我觉得这些都会反映在未来的创作里面。 在采访中, 贾张科特别呼吁关注疫情对中国电影业的影响, 他说, 这次疫情对中国电影, 特别是电影院的影响非常大, 因为恰逢春节, 这十几天是所有电影院重要的获取收入的时间。 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影院, 我们看数据, 基本上有很多影院的全年的三分之一, 甚至二分之一的收入, 包括春节这段时间来拿到。 最重要的档期, 没有办法放电影, 以及疫情结束之后, 人们再重新恢复看电影的消费习惯, 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 那我判断可能我们要坚持长达半年的时间, 来克服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困难。 那虽然是短期的困难, 对整体上中国电影是一个短期的困难, 但是对于每个具体的电影院来说, 那压力就非常大。 为此, 他呼吁能够采取一些较好的办法, 给影院提供资助予以纾困, 包括税收、 房租等方面来减压, 帮助他们共度难关。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这些年建立起来一个广泛的电影院, 包括很小的城市, 现在也有电影院, 那受到打击这些影院, 如果能坚持下来, 中国电影的产业的体量就还在, 如果很快削弱, 减少很多, 那就很可惜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